把天数给算出来 查询到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把那个 查到的天数 也就是这个课程 主要其实就是把这个课程的代号 它的那个时数给抓回来 那因为呢这个课程的代号 后面会衍生出一个时数 不过它没有把时数给放在一起 所以变成说我必须要 藉由查询的方式去查到那个 开课班别里面的这个课程时数 那这个概念其实也是跟那个资料库 里面的概念 所谓的关联是资料库 很有直接关系 其实现在很多的资料库 它通常放在那个栏位里面呢 就只有代号 那其他的资料怎么办呢 你就变成你要自己去把其他资料给带过来 OK那在Exail里面呢 其实也有类似的概念 所谓的那个放代号 然后呢如果你需要这个总时数的话 你自己再去把它查回来 那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做法的好处是 这个资料表 它就比较不会浪费空间 也就是说有些 比如说代号里面有很多重复的 那你如果又放这个查询 这个天数啦 然后又放什么呢 放那个班别的名称的话 那实际上 当然会相对的 这个资料表 它里面占的空间 也就是会放很多 就是不是需要放的栏位 也都全部都放进来 那当然这个效率一定是不好 OK所以基本上呢 往后你可能看到资料里面只有代号 那你可以用Viru函数把它查回来 查出多少时数 OK第一个 但是呢当我们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嘛 再来就是什么 你要把天数给查出来 就是说它如果时数是30个小时 可是呢它几天之后 比如开课日期 几天之后呢 它就是结束日期 其实我们最后的目的是要查出结束日期 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段来做 OK如果你不用分阶段来做 其实公司会相对的比较复杂 那我们来看一下天数怎么算呢 基本上这个天数等于什么呢 等于现在查到的时数 把它除以多少呢 除以3 因为呢一周三个小时 OK那你除完之后的话呢 记得哦再把它减掉1 那为什么要减掉1呢 因为开课日期是第一周 不然的话你会变成说 之后再9周就好了 如果你用10周的话 会变成多一周出来 OK然后呢 再来就是什么 因为我要算的是天 不是你如果把它打勾的话 它这边会有9周啦 可是我们不是要9周啊 我要是总共几天呢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先刮糊一下 先让它减1之后呢 再乘上多少呢 乘上7 也就是说一周的7天啦 你把它打勾 那也就是63天之后 这个日期的63天之后 那就是结果了 OK 那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做啦 就是把什么等于 这个开课天数 加上63天 打勾之后的话呢 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了 有没有 那实际上呢就是 后面 特别是你想说加了天数 为什么刚好就日期啊 其实在Excel里面的日期啊 如果你用那个右键存的格式里面啊 把它改为数值 数值里面本来是那个一个日期格式 你把它改为通用的话 你会发现啊 在Excel里面的日期啊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数字 不过呢这个数字的话呢 是这个日期啊 跟1900年的1月1号相比较 相差几天 那也就是说啊 当然越后面日期呢 数字当然越大 比如说我把这个格式呢 一样改为什么 通用的 你会发现呢 它其实就是两个日期 两个数字啦 也是跟1900年的1月1号相比较之下 相差几天的意思啦 当然越后面日期 数字一定越大啦 那当然用这个概念啊 不过它相差是 外面有个格式 这个格式的话呢 当然按右键啊 存在格式里面呢 你可以改成这个 年月日的这个格式 那把它加上去之后 看起来呢 那当然就是一个日期格式啊 这个额外跟各位说说明 不过最后呢 当然我们是分三个阶段来做 一查出时数 二算出天数 最后的话呢 再跟开课日期相加 得到了结果 可是实际上呢 我们是分三阶段 但是我现在我如果不要的话 我希望呢 做一次就完成的话 OK 那你当然就需要 把刚刚所有东西 动作呢 全部串联在一起 那如果大家你担心说 你全部串联在一起 有问 有困难的话 我建议各位 你可以把这一边的 Vidro蓝图公式 先把它复制一下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串 比较 算是最复杂的 你如果做完 就把这个公式复制 但记得复制的时候 不要复制到等号 因为将来公式里面 不需要等号 那复制完之后取消 取消之后呢 请你再到结束时期里面呢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日期 加上什么呢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那这个实际上呢 就是查出来的 这个天数 然后呢 查出来的总共的 时数啦 那我最后把它转成 刚刚的天数的话 必须先怎么样 除以3 减掉1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把它前刮弧 后刮弧 再怎么样呢 乘上7 最后打勾之后的话 也会是最后的结果 那当然我们要做的 实际上 但未来 可能这个只是个过程啦 其实这个是 你可以最后把它删掉 最后看到的结果 就像这样子 OK 那我是把它分三阶段 我是建议你三阶段 做完之后 再来做一阶段 一次就把它全部做完 那这个部分 做完之后的话呢 其实衍生出一些 当然你如果希望你工作更快速的话 我前面讲过 你可能就需要用到像一个叫VBA的东西 因为最近也有你们的学长 学长姐问那个什么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在ECL里面做 那我想说可以 可是问题你要写VBA 比如类似像这边 我希望快速的产生什么 结束日期的话 其实我这边旁边有两个按钮 那这两个按钮不是装饰用的 这两个按钮是真的可以walk的 我按下去 你会把这个清楚 如果我把按结束日期的按钮按下去的话 它会自动帮我把结束日期全部填完 然后呢 如果要清除的话 其实可以把资料再清空 重新再做查询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VBA 在ECL里面有一个VBA的程式 那这个程式的目的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你的工作效率更加提升的话 那这个地方当然你会需要写一点程式 OK那请各位先试着 那不过这个我想后面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先第一个 先把那个查询课程时数先把它捞出来 再去算它的天数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做完之后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一次性的全部做完 那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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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